聲音的部分這支手機有雙立體聲喇叭 但是底下這個是主要的喇叭 它有全音域的一個S 那接著講一下這支手機的喇叭 那稍微講一下這支手機的喇叭 這支手機上面有雙起 那這支手機有雙立體聲喇叭 那這支手機有立體聲雙喇叭 底下跟上面 那上面這個比較是主要 那這支手機有立體聲雙喇叭 那底下這個比較是全音域 就是所有聲音都聽得到 但上面這個喇叭呢 它比較是高音輔助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沒有開啟Dolby Atmos 狀態下 你聽你會覺得哇賽 這左邊這個上面這個 聽起來好像高音 然後比較刺耳 然後有一些可能還會失真 那你Dolby Atmos 開下去之後 它有幾個 preset 那我覺得Music是最棒的 那但是開下去之後 你的中頻的音頻好像都被限制住了 就是沒有什麼中頻音頻 就只有高 然後中頻下去 然後低頻又起來 就是一個M型的曲線啊 那你下面還有一個Equalizer 就是你可以 Equalizer Equalizer 等化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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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化器 你可以自己去手動去拉 你想要的等化器形狀啊 你想要高音多一點 中音覺得太低 你可以拉起來 之類的 你就可以自己DIY 好嗎 好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